那裡面大概不就是 更改那個字的顏色變藍色 所以上面我有加個註解啦 上面單銀號開頭都是註解 然後黃色的底色 框線紅色 字的話改成初體加紅色字 那當然你就會參考這樣的方式去 去把效果給做出來 做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再加一個那個 就是 再加上按鈕 那按鈕我是把這上面的按鈕複製貼上 然後再去修改那個劇集 重新指定 然後呢重新怎麼樣 重新去 那個 去更改它上面那個字 編輯它的字 然後 做出我們樣的效果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這個中段點拿掉 把它執進 所以執行完就類似像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清除 那清除 前面有個清除啦 如果你會發現清除 它其實只有清除什麼 清除裡面的字 但是不能夠清除 它的那個格式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清除格式喔 加的方法 每一個 也都不一樣喔 OK 所以根據 比如說你加字 那字如果要把它恢復 怎麼把它恢復 然後 底色要把它恢復怎麼恢復 框線怎麼恢復 然後呢 粗體 這個粗體字怎麼樣把它恢復 恢復的方式都不太一樣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怎麼樣把它變成黑色 OK 有沒有 恢復回來基本上就是什麼 字的顏色本來是黑的啦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有幾種做法喔 當然最清楚的方法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包含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第一個呢 我們是 不外乎就是把 剛剛的那個 就是層積多重的那個 這個顏色 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成清除 那清除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黑色的話 特別注意喔 本來是 藍色的對不對 255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改黑的話 記得就是什麼 全部都是多少 全部都0就好了 OK 全部都0的話呢 就是黑色 那 白的呢 全部都255 對全部都255嘛 OK 所以 特別是 如果恢復成那個 原來的顏色就黑色 OK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個 B的部分 底色 底色怎麼恢復 特別是 底色的恢復 我之前的做法 是這樣 我想說 是不是把它改成什麼 RGB 因為它原來是白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改 255 豆點 255 豆點 255 OK 那這樣不是 等於是把底色變成白的 不過我這樣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用這種清除方式 是真的變白的 但是呢 以前本來是這樣教的 不過後來同學說 老師有點怪怪的 哪有怪 沒有啊不會很好啊 反正 不影響嘛 他說 不對啊 那個框線 好像不見了 因為 如果你把它變白的 他連框線也變白 所以他實際上呢 並不是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而是變白的 他原來不是白的 原來是沒有 所以特別是 如果你要真的比較 不要精確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把它改成什麼 XL 以Sale的縮寫 加一個Num 就是意思就是什麼 完全沒有顏色 跟白色不一樣 這個意思就是 完全沒有顏色 完全沒有顏色 其實就是 恢復成透明的啦 應該講是 透明色吧 所以如果這樣的顏色我們試一下 試給各位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框線就正常了 其實理論上這些東西 其實我翻了很多本VBA的書啦 其實沒有一本講到 這些怎麼來的 試出來的 OK 沒有答案啊 怎麼知道 因為 反正就是 物件嘛 那物件怎麼知道怎麼用 剛開始我也很多東西不知道 沒關係啊 試一下就知道 因為他的每一個屬性跟方法 都是有意義的英文字嘛 那每個英文字大部分都 因為可能寫的程式夠多啦 所以 理論上大概猜得出來 他應該是什麼效果 那猜 如果 試一下如果不行就改一下嘛 OK 所以改完的結果 就是我們最後 秀給各位看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框線變成沒有 框線怎麼變沒有 C的部分 框線變沒有特別注意啊 跟color無關 我們是border點color border 點color 其實你點color 幾種做法 我記得好像點color 這個也可以把它變成什麼呢 color 等於什麼呢 xl num 我本來好像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寫 跟上面一樣 可是4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但是呢 其實我之前也是這樣寫 我的同學眼睛又非常的利啊 有沒有 有不一樣嗎 我剛開始沒有啊 就很正常啊 可後來發現 仔細看 有沒有不一樣 好像 它的顏色比較淡 這也是同學跟我講的 老師不對啊 它上面是比較灰 這邊感覺好像有點藍 有嗎 我有色嗎 我看不出來 後來 對 那就好好問 後來我就 再用別的方法做啦 因為 如果你用那個什麼呢 剛剛的方法不ok 沒關係嘛 因為 ysl裡面這些 其實就是透過物件裡面的屬性 這個color就是屬性嘛 意思就是說這個框線的顏色 它是什麼東西 什麼意思 後來我發現好像有一個另外一個方法 叫colorindex 等於沒有 試一下好了 我記得好像colorindex 等於沒有 試試看 有沒有發現 colorindex就恢復正常了 color就不行 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 試就知道了 這個不行換一個 那理論上當然呢 它的那個官方的 官方的那個說明檔裡面也有講到啦 只是說你要把那個說明檔 KK就大概知道 那個說明檔怎麼跳出來 你按F1就跳出來 像borders有沒有 你上面按F1 他會跳出border物件的說明書 在這裡 按個說明有沒有 他會跳出什麼呢 borders的所有的說明 官方的說明書給你 好 那特別至於 不過呢 從2010以後的版本 全部都改成英文版 我想說我們是繁體中文啊 你應該給我 不過他有啦 他 這邊好像是什麼 是不是有個翻譯吧 我記得好像有個翻譯 還是什麼功能 可是他應該要自動翻譯 不過 不然的話你就是 透過什麼 透過google的翻譯嘛 可以翻譯啦 但是翻譯出來之後的結果 應該慘不忍讀啊 那就是 就用猜的啦 就是 有些的話呢 啊其實我發現他那個官方的說明檔 其實很多也是利用這樣的翻譯出來 所以 會有點牛頭不對馬嘴 反而你看英文 會比較清楚 但是看英文也很累啦 OK 不過看習慣 關鍵字看完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顯示 然後他跟你講說 這個怎麼用 有沒有 每一個example 他裡面也有一些example 我告訴你 他property就屬性 有哪些屬性 怎麼去做 包含比較常用像color 像他的lifestyle 如果你 點進去有沒有color 他就會有一個boulder的color 怎麼去使用 他這邊都有相關說明 OK 然後 有沒有他提到顏色怎麼去設定啊 相關的敘述 不過 看這個其實比較辛苦 但是這個是第一手的資料 因為這是 官方版的 官方版的 我印象中他好像有一個是可以 自動變中文的 這些 這個有一個什麼 還是什麼 反正你們再找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是可以變 變成中文的 OK 這個再看一下 按F1就有說明 好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什麼 再把 這個 什麼呢 D 他本來有初體 要把它改成沒有 那沒有 我剛剛提過 其實 這個地方如果要把它變成 沒有的話 那其實就是把 什麼 那個boulder 等於true把它改成false 第二個字 把它改成黑的 這樣就完成了 好所以 清除的話怎麼加 好 那你就怎麼清 不過清每個都不一樣 OK 那 這個字是黑的 改為黑的 底色變成 Excel 那boulders 特別注意 boulders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boulders的colorindex 等於沒有 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boulders的 點lifestyle 你這邊的話可以用那個 我 另外一種的寫法 點lifestyle的敘述 清除 這邊有個 顏色清除 我這邊用lifestyle 等於沒有 這個方法也可以 lifestyle的話 也可以去變更 它的那個 效果 不過兩種都ok 那你這個地方的話可以試試看 如何做那個顏色的清除 做完之後 才會是正常 不然如果你用這個清除 它沒有辦法正確清除 這樣才能正對 正確清除 OK 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OK OK 請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